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肝和血分关系非常密切 具有清洁营分血分热血的作用 这是它的性能特点 那么它的适应症是什么呢 当然对应的它的适应症就是用于营分血分的食热症 也可以用于其他疾病引起的血热出血症 当然在这里面主要是用于血分的热症 它是清热凉血药嘛 主要是用于血分的热症 那么说到这个血分热症 我们知道这个温热病啊 我们中医治疗的时候呢 一般的辩证方法是采用胃气营血的这样的辩证方法 那么血分症是它最后一个症 在这儿呢 我要请一个同学试着来回答一下 血分症 它的主要的特征是什么 哪个同学来回答一下 出现出血现象 有图写和变写的现象 好 回答了 血分症 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在有火热症的同时出现了冻血 出现了各个方面的出血 最常见的当然就是出现了皮肤的出血 就是子斑 然后呢 还会出现比如说吐血 逆血等等各种的热性的出血症 这就是血分症 那么我们清热凉血药 它主要对应的就是这样的病症 好 这是有关对清热凉血药的概述 后面呢 我们给大家呢 咱们先看一下 我们清热凉血药 我们要给大家来讲述的内容 这一节 我们要求大家 我们要学习的药物是六位 其中 掌握药 是四位 有生地黄 玄参 牡丹皮 赤勺 这四位药 然后熟悉的药 两位 就是掌握的要求要弱一点了 是吧 还有紫草和水牛角 两位药 共六位药 大家呢 把它在课本上把它划出来 好 划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具体看里面的药物 首先 我们看清热凉血药里面的第一位药 生地黄 生地黄这个药呢 它是玄参科的植物 地黄的新鲜或干燥的根茎 这里面呢 我们在这呢 要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生地黄这个生 我们课本上说呢 它是新鲜或者干燥的快根 事实上啊 这个里面呢 有一点问题 说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生地黄 我们在这提生 是跟我们后面要提的 熟地黄 相对应的 我们在前面讲总统的时候 大家可能也记得 是吧 我们讲炮制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看过那个录像 就是生地 怎么经过九争九晒 然后变成熟地 就是生地 还有一个炮制品是熟地 那么这个里面呢 生地黄这个生 是跟熟地黄呢 他是相对的 但是这个生呢 咱们历史上是有一些变化 最早用的这个 说的这个生地黄呢 其实它应该是指的是什么呢 是新鲜的 就是刚刚采出来 没有晒干的 新鲜的地黄 啊 而如果是晒干之后的地黄呢 叫做什么呢 叫 干地黄 但是现在呢 其实我们所说的生地呢 应该其实主要是指的 以前所说的干地黄 这个问题呢 等讲到熟地的时候 我们还会给大家再来说 这是有关它的来源 然后呢 产地 生地呢 主要产于河南河北内蒙 以及东北 总之是咱们北方地区比较多 它的道地药材产区啊 准确来讲 应该是河南省的焦座地区 河南省的焦座地区 在古代的时候呢 称之为淮庆府 啊 所以说 我们生地黄的道地药材 我们往往称之为叫淮生地 是这个意思啊 当然了 现在可能我们只要是河南省产的 我们就称之为淮生地了 就是这个区域扩大化 这个大家了解就可以 一般采质是在秋季时候采挖 出去炉头 须根 以及泥沙 先用或者是干燥生用 啊 呃 这个地黄啊 它之所以叫地黄 是因为啊 它刚刚挖出来时候啊 它这个里面呢 是黄色的 但是呢 只要晒干之后啊 这个黄色基本上是没了啊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图片上 这个地黄其实是偏黑色的 对吧 啊 其实它就 只是它挖出来的时候 是黄色 所以称之为地黄 呃 一般的话呢 我们在使用这个药的时候呢 常写的楚方明 就是这样 一般叫生地黄 然后 其实最常用的是简称生地 这点呢 大家要注意啊 呃 很少有人把这个三个字 生地黄写全 所以我们要把生地这个词 一定要记住 至于说后面 甘地黄 怀生地 大生地之类的 这个不太重要 好 这是有关生地黄的这个楚方明 那么后面当然重点 我们看它的药性功效应用 首先说 这个药物的药性 是一个甘苦寒 归心甘肾定的药 我们前面见过这种 甘苦寒的药 是吧 既有甘寒 又有苦寒 说明什么呀 苦寒 清热 甘寒的滋润 是吧 所以说呢 一看到这种 既有甘寒 又有苦寒的药 我们应该能想到 这个药可能 是既能清热 又能滋阴 那我们一会儿看一看 是不是这种情况 归心甘肾经 归心甘肾经 那么归心甘经 是我们 清热药 都具备的这个 贵经 刚才咱们概述里面讲过 是吧 一会儿我们要体会一下 它归肾经 具体体现是什么 这是它的药性 功效两个方面 一个是清热 凉血 一个是养阴生津 这两个功效 往这一放 就充分论证了 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个药性的肝苦寒 是吧 苦寒清热 所以能清热凉血 肝寒生津 所以能够养阴生津 两个方面 就是既能够清血分之热 又能够养阴 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然后后面我们具体来看 说这个药物 它清热凉血养阴生津 能够用于什么样的病症呢 这里面 首先是用于热入盈血 清热凉血药 我们刚才就说 主要是用于盈血分之热 是吧 所以肯定首先是用于热入盈血 出现什么 舌降反壳 颁枕吐虑 是吧 就是吐血虑血 这种情况 在治疗这种情况的 这个病症的时候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 生地不光是能清热凉血 而且事实上 这个药物凉血 止血的作用还很强 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不亚于 我们后面以后要给大家讲到的 止血药里面的凉血 止血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说它用于热入盈血的时候呢 不但能够凉血 而且还能够止血 再有 还有一个方面呢 对于它用于这种 盈血分之热呢 还有帮助 就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讲到 它还能养阴呢 对不对 能够养阴 说这个养阴 跟它用于热入盈血 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热是 到了盈血分 必然会伤阴 伤及人体的阴液 伤及人体的阴液 而生地这个药呢 不但能够解除盈分之热 而且能够补充阴液 所以说呢 对于热入盈血症 它应该说是 治疗范围是很全面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药 我们为什么把它放到 清热凉血药的第一位药 就是因为它确确实实 是一个用于盈血分之热 一个非常非常恰当的一个药 好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它的这个配物 是吧 用于温热病 热入盈血 壮热反可 常常配悬深 连翘单深 那么治疗除了这种温热病的 这种导致的热入盈血的情况之外 其他的血热症 比如说血热兔女 可以配大黄 血热变血 尿血可以配地鱼 等等 这个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总之就是配一些 其他的能够凉血的血药物 这是第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用于阴虚内热和骨争牢热 那么这个方面很显然是因为 它能够养阴圣经 对吧 养阴圣经 所以说能够用于阴虚内热骨争牢热 就是因为它干涵养阴 而且这个地方呢 就跟刚才咱们讲的那个归经里面留的一个悬念 就是那个圣经 对吧 那个圣经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体现在这儿 圣地能够入圣经 滋阴降火 养阴经而泄浮热 养阴经而泄浮热 所以说呢 用于阴虚内热骨争牢热 而且呢 它清热的效果 也是比较好的 那么用于阴虚内热 朝热骨争 往往配一些像这个织母啊 地骨皮之类的 用于温热病后期所导致的阴经耗伤 常常配清蒿鳖甲织母 就是这个清蒿鳖甲汤 是吧 这个等大家学方济的时候会讲到 这是第二个方面 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 其实还是跟它养阴有关的 用于筋伤口壳 内伤消壳 和肠造便秘 总之还是养阴生金 只不过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的养阴生金的这个 脏腑 或者说是胃脂 稍微固定了一下 大家看 筋伤口壳 肠造便秘 都是哪的问题啊 都是胃肠的问题 其实这一点 这个应用 其实主要是强调什么呢 强调生地的话 能够自胃肠之音 自胃肠之音 另外的话呢 还提到了内伤消壳之症 那么它用于这个 消壳之症的话呢 也是因为它能够养这个胃阴和肾阴 所以说呢 主要的是用于肖壳的中下肖之症 这是有关这个 筋伤口壳 内伤肖壳和肠造便秘 具体的一些配物 热病伤阴 防壳多瘾 配麦冬 沙身玉竹 阴虚内热消壳 配山药 黄旗 山猪鱼 肠造便秘 配玄身麦冬 这些呢 都是一些同类药的一些配物 在这呢 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说明了 好 这是有关它的应用 用法用量 一般呢 是水煎浮10到15克 刚才咱们提到了 就是这个生地可以先用 是吧 就用先品 先品用量要加倍 或者是用先品导致入药 我们其实有处方用的是 帝皇之 是吧 先帝皇榨的之 使用注意 脾须失智 浮满便糖者不易用 因为生地呢 是一个非常滋腻的一个药 这种滋腻的药啊 大家就可以暂且就可以理解为不好消化 是吧 如果是本身具有脾须失智的人 再服用了这样的一些药呢 就会导致它的失智更加严重 所以说呢 脾须失智 浮满便糖者 不易适用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药 生地皇 后面我们看第二个药 玄身 玄身跟咱们前面刚刚讲的生地皇呢 是同一个棵树的植物 玄身科的植物 玄身的干燥根 主要产于我国长江流域和陕西福建等地 野生加重的都有 一般呢 是在冬季静夜枯萎时候采挖 等挖好之后啊 晒或者烘到半干 堆放三到六天 反复数次干燥生育 这个药物啊 它叫玄身 这个玄呢 是怎么得来的呢 玄就是黑色的意思 所以说玄身的意思 就是黑色的身 就是黑色的身 大家可以看一下 说你看这个东西是不是黑色的 应该说这是一个黑色的 就是因为是黑色 所以说古名玄身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影片的这个特点 整体是黑色的 然后呢 这个断面呢 是成一种不太规则的这样的一种放射状 这大概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这个玄身 玄身的处方名里面的话呢 还有一个原身 说这个原身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前面其实提到过 我们中药的很多名字的变化 是因为碧会 是吧 碧会谁呢 清圣祖 爱心觉罗玄业 是吧 爱心觉罗玄业小麻子 是吧 我们可能知道 康熙小麻子脸 对吧 这个玄身 它这个玄字 因为跟玄业的玄呢 就重复了啊 那么在 所以在清朝这个玄业 这个之后啊 那么就变成圆 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就是写这个玄的时候啊 这个不写那一点了 都不会写了啊 就是他把那一点去掉 是吧 或者把这前面 本来应该有这么一点 对吧 把这个点去掉 或者写成这样 或者就干脆写作原神 所以说呢 有的地方呢 我们看到玄身会写作原神 当然肯定是 清朝康熙年间之后的一些著作会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不要写作原神 因为这个玄 它提示了这个 这位要的 它的颜色 是吧 而这个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大家尽量的不要写原神 好 那么后面我们看这个药的 它的具体的性味和功效 性能 甘苦咸 归寒 归肺微圣经 哎 这个药物的话呢 甘苦 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 在这不多说了啊 还有一个咸味 这个咸味 其实我们讲盖术时候也提到过 就是咸味入血分 是吧 所以说清热凉水要好多是入咸味 好多是咸味 但是呢 大家需要在我们听后面的课程的时候 要思考的是 就是说 悬身的咸味是不是仅仅体现在它入血 有没有其他的地方还反映的是这个咸味 然后归肺微圣经 功效 三个方面了 清热凉血 泄火解毒 滋因 那么 很显然 这个前面的和后面的这个功效 清热凉血 滋因 那么基本上就跟我们前面的生地 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强调悬身多了一个 泄火解毒的一个功能 这是从功效上来说 我们先这样看一下 后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应用 首先 清热凉血药 当然还是用于 温邪入营 内眩心包 温度发斑 就体现了它咸寒入血分 能清热凉血的这个特点 是吧 这里面呢 在治疗温热病热入营血的时候 常常配生地单身连翘 治疗温热病 斜券心包 神魂沾雨的 配麦冬 猪叶卷心之类的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 咱们这一节的药 每一个药肯定都能治疗这种病的 然后后面的第二个方面 是用于热病伤阴 经伤便秘 和这个骨争劳 体现了这个药物 肝寒的方面 能够清热生金 滋阴认造 那么 这个方面的时候 全身呢 还是常常跟生地相配 因为这个方面 也是 全身和生地都共有的 就是体验他滋阴 是吧 所以大家看 说治疗热病伤筋 筋伤便秘 配生地买动 说治疗肺身阴虚 骨争劳 配百合 生地 备用 大家会发现在前两个方面 就是一个是热入盈血 一个是属于 阴伤金枯的这样的情况下 全身和 生地两个药常常是一起使用的 或者是叫相需为用的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两个方面 他们的功效基本上是一样的 如果说一定要有什么区别 我们可以简单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可能生地 凉血 止血的功能 要比悬神要好 这是前两个方面 那么后面呢 第三个方面 应该说就是 悬神的特点了 那么就该体现他泄火解读功能了 是吧 用于目翅肿痛 累利 白猴 臃肿疮度 我们课本上说呢 他性味苦咸寒 既能够清热凉血 又能泄火解读 所以能用于这样的病症 那么但是大家想一想 你看看这个累利 还有这个臃肿疮毒 我们前面给大家说过 累利是什么呀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淋巴结合 是吧 它是有形的这种种块 只是泄火解读就能解决吗 是不是还利用了咸味的其他的作用 当然啊 本老师一家之言 一家之言 那么 我的体会是 那么在这个治疗累利和臃肿疮毒的时候 它其实不仅利用的是咸味入血 或者泄火解读等方面 还体现了什么呀 我们说咸味能下能软 对吧 利用了咸味的软肩的作用 应该是也有这方面的作用 所以它能够用于一些累利 其实包括我们在治疗 像甲状腺疾病的时候 这些有种块的疾病的时候 也常用它 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 这些配物 我们简单看一下 说肝精热生 目尺肿痛 配质子大黄 领胺脚 什么温毒热生 咸喉肿痛 白喉的 配黄琴连翘 还有痰火淤结的累利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你看配折贝姆和姆利 这两个药 折贝姆和姆利 咱们都没学过 但是这两个药 都是什么呀 都是具有软肩的作用的 都是有软肩作用的 至少臃肿疮毒 配一些清热解毒药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这是有关玄身 泻火解毒 是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 用法用量 水间服 10到15克 使用注意 脾胃虚寒 时少变糖者 不易服用 寒性的药 容易伤及脾胃 所以说脾胃虚寒的 不易使用 这个我们不说了 再有诸身心勺 判离炉 那么玄身 也是反离炉的诸身之一 这个大家要记住 后面我们简单的 对玄身和生地 两个药进行一下鉴别 因为咱们其实讲课的时候 已经提到过了 说两个共同点 就是都能够清热凉血 养阴生筋 能够治疗 热乳盈血 热病伤阴 因虚内伤之争 而且常常相续为用 那么不同点 我们强调 就是玄身 有一个泄火解毒的功能 所以咽喉肿痛 弹火累力常用 而生地 清热凉血的力量 比较强 它要不清热凉血 力量强 我们也不可能把它放到 清热凉血药的第一位药 对吧 而且我前面强调 说它清热凉血 而且能够止血 所以你看提到 故血热出血 内伤小壳 都用 这是这两个要的比较 应该比较简单 后面继续往下看 我们看牡丹皮 牡丹皮 它就是我们那种观赏植物 牡丹的干燥根皮 产地主要产于安徽 山东等地 其实以安徽凤阳县 这是那个朱元璋的老家 是吧 朱元璋的老家 就是安徽这个凤阳 产的为家 称之为凤丹皮 凤丹皮是倒地药菜 一般是在秋季 采挖它的根部 除去细根 剥去根皮 晒干 生用或酒制用 想想 我们前面提到了 酒制的 是要增强去什么作用 这个咱们先不说 一会我们其实看到它的功效 大家就想明白了 处方明 其实我们写牡丹皮的时候不多 而是什么呢 简称 丹皮 这种情况其实是更多的 就是怎么减略怎么好 是吧 你想你到时候到临床开房子 一天的话 你一上午你要看四十个病人 你肯定也会写那个最简单的 所以大家把这个简称一定要记住 那么后面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 单皮的它的这个影片 这个还是比较典型的 你看这个单皮 因为它本身来说是一个根皮 所以你看它这个地方 是中间是空的 切面的话 比较平整 而且是属于是白色的 好 后面我们看它的药性和功效 又是一个苦肝微寒 归心肝肾静的药 它的功效 首先第一个方面肯定还是清着凉血 然后后面有了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功效 活血区域 看到这个活血区域 刚才我们那个酒制 大家应该也就明白了 对吧 酒制增强其 行其活血的作用 肯定是这个意思 对吧 这是它的两个方面的这个功效 后面具体的应用 首先清热凉血 用于温毒发斑 血热兔女 又是这个方面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 就不做过多的说明了 包括它的配武啊 是吧 用配水牛角生地赤勺 治疗这个热乳饮血的方面 其实就是 我们等学方机的时候 会讲到的这个西角地方汤 另外的 其他的一些血热的兔女 或者是阴虚血热的兔女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药物 这方面我们就不在这儿多说了 第二个方面的话 应用里面的第二个方面 我们要重点提一下 是因为这个方面呢 在功效里面没有真正体现 是什么呢 你看啊 它用于温病伤阴 阴虚发热 夜热早粮 无汗骨症 它其实主要是讲的是 虚热 对吧 就是说单皮能够退这种 温病后期的这种虚热 说为什么能退虚热呢 说是它能够入血分 清透阴分的服热 而且呢 认为这种功效呢 非常强 是治疗 无汗骨症之药药 而这个方面 我们说在功效里面没有体现到 是吧 所以这点呢 大家必须要注意 就是说这种 它能够退虚热的功能 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治疗无汗骨症的药药嘛 那这个功能肯定是不小 虽然我们功效里面没有 但是大家要知道 单皮善于退虚热 那么治疗虚热症的时候 常常呢 配憋甲织母 生地皇 这些药物 这是第二个方面 那么第三个方面 就是反映了它活血化瘀 这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 治疗这个血质 经壁 痛经 跌打损伤 方面 就是体现了它活血趋于之功 常常呢 配武的药物 其实就是一些其他的活血药 比如说治疗血质 经壁 痛经 配韬仁 穿雄 跪制等等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最后一个方面呢 是用于臃肿 疮肿创毒 用于臃肿创毒 说为什么一个清热凉血药 而且兼有活血的这个功效的一个药物 能治疗臃肿创毒 其实这个东西啊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 清热药 其他药的时候讲到过 是吧 这种臃肿 它其实到了后期的时候 会热腰肉腹形成淤质的 因此在治疗这样的这个疾病的时候呢 用一些清热当中 兼有活血功效的药物 能够避免它 什么呢 从临床的角度来说 就是避免流霸 避免流霸 我们前面给大家解释过 在这就不做过多的说明了 这是第四个方面 用于臃肿创毒 用法用量 水间浮6到12克 一般清热凉血 亦生用 活血趋于欲酒之用 使用注意 这个药物本身是偏寒的 所以说血须有寒 月经过多 以及孕妇是不适合使用 好 单题我们就说这么多 后面我们看一个 同样是来自于一个名花的一个药物 赤勺 赤勺就是用了我们那个 非常漂亮的那个花 是吧 勺要的 它的干燥的根 干燥的根 一般全国大部分地区 均有产出 在春秋两季采娃 除去根茎 须根和泥沙 晒干 切片 然后生用或者是炒用 生用或者是炒用 赤勺 其实也有的写的比较复杂 就叫赤勺药 是吧 但是我们很少有这么去 真正的去这样的去写它 还是那个道理 咱们怎么简单怎么来 怎么简单怎么来 好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赤勺的它的影片 赤勺的这个影片的话呢 它的这个切面的话呢 应该是成一个淡红色 也有的是偏粉白色 这个地方 咱们这块呢 应该是偏一点红色 时间长了 可能略有显一点 棕色的这种一种情况了 那么 外表皮是棕褐色 皱纹比较多 它的木质布 会有放射状的纹理和裂系 这是有关赤勺 后面我们具体看它的药性功效 赤勺的药性非常单纯 是一个苦微寒归干净的 就单纯归干净 而且是苦微寒 也没有干味 是吧 看起来很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药性 它的功效 大家一看呢 会发现跟咱们前面讲的这个单皮 基本上是一样的 清热凉血散于止痛 虽然说第二个方面呢 它用的词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意思是一样 都是说既能够凉血又能够活血 对吧 所以说呢 很显然这两个药的功效差不多 那么我们具体看一下 它能用于什么情况 第一个方面 还是用于温毒发斑血热突女 说这个药苦寒入肝精血分 膳血干活等等 这个就别说了 对吧 咱们大家都明白了 这个用于温毒发斑的这种情况 第二个方面呢 用于目尺肿痛 拥居疮 这里面呢 特别提到 它之所以用于目尺肿痛啊 是因为它入肝精又是微寒的 所以说 一个入肝精微寒的药 能够能够清泻肝火 这是很正常的 对吧 所以说赤勺这个药的话呢 它能够清泻肝精火弱 再加上它有凉血散育的功能 因此对于目尺肿痛 臃肿 创庸啊 这个创庸肿毒啊 这些应该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后面的话呢 第三个方面 是用于甘于邪痛 精闭痛精 争甲腹痛和抵达损伤 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体现了 它散于止痛的方面 那体现了它散于止痛的方面 就是用于各种气质血瘀的痛症 各种气质血瘀的痛症 这个呢 跟前面的单皮也是比较相似的 好 那么说到这儿了 大家我们一直在说 单皮跟赤勺比较来讲的 对吧 那么大家说 他们两个的区别在哪 区别呢 就是单皮比赤勺还多了一个 退虚热治疗 无汗骨症方面的一个特点 这是他们的区别 其他的就只是 只有清热凉血和活血 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 应该两个是比较相似的 用法用量 水间浮一般6到12克 使用注意 还是血汗精闭 不是使用 再有就是十八反 诸身心勺 判离炉 心勺 勺就是勺药 包括吃勺 对吧 所以说呢 它是反离炉的 不能和离炉统用 这点我想大家应该是知道的 后面一个药 是紫草 紫草呢 是紫草和植物 新疆紫草 紫草 或者是内蒙紫草的干燥根 是这几种紫草的干燥根 主要产于辽宁 湖南河北新疆等地 一般是春秋两季采蛙 除气泥沙 干燥生用 紫草这个药物啊 之所以称之为叫紫草 其实就是从颜色而来的 咱们刚才看这个花是紫的 对吧 大家看影片 其实这个地方还是紫的 影片还是紫的 之所以这个药称之为叫紫草 就是从颜色命名的 其实我们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紫草的话是一种染料 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的这个颜色呀 是比较善于容易油脂 所以古代的时候吧 咱们那个蜡烛 那个红蜡烛是吧 那红蜡烛是怎么染的呢 就是拿紫草 来放到这个蜡烛 蜡油里面 它到时候这个颜色呢 就融到蜡烛里面 就把蜡烛给染红了 浅了不就成红的了吗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紫草 其实它的命名呢 就是以这个颜色而命名的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 其他的这个情况 你看 一般是一个不规则的长圆柱体 刚才说的是紫色 而且你要是 如果手里面拿一下的话 那是非常轻 也比较松软 比较容易折断 咱们试着破坏一下 是吧 很轻松的就把它折断 是这样一个东西 好 这是有关紫草的 它的影片 那么后面我们看它的药性 甘咸寒归心甘精 功效 清热凉血活血解毒透震 看到这个功效之后 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 这前两个方面的功效 跟前面的两个药物 非常相似 那也就是说 看到这个功效之后 我们马上想到的 就是在我们这一节里面 连续讲到了三个 既能凉血又能活血的药物 这三个药都是具备这方面的功能 是吧 然后的话呢 还能解毒透震 这是它的三个方面的功效 后面我们具体的看它的应用 首先第一个方面呢 是用于温病 血热 毒剩 斑枕 紫黑 麻枕不痛 一般情况下啊 我们这个清热凉血药的第一个方面 都是用于温热病 血分热症 是吧 但是这个地方呢 还特别提到了 斑枕 紫黑的情况 就是用于麻枕不痛 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呢 就紫草这个药来说 如果说 只是说它清热凉血的功效 它其实没有什么优势 跟我们前面讲的那几个药 是吧 生地玄身呢 单皮啊之类的 没有什么优势 如果只是这个方面的话 没有必要用它 对吧 咱们前面那些药效果更好 用它干什么呢 其实关键是这个药 除了清热凉血等等之外啊 还能够透枕 我们前面说过这个枕 出枕类的疾病 什么麻枕 风枕 乃至天花啊 以前已经就灭绝的天花 这些出枕类疾病啊 都是以透发为数 紫草这个药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有透枕的作用 再加上能够清热凉血 所以说可以用于那种 出枕类疾病比较凶险的 它没有透发出枕 而是枕毒攻心了 它这时候呢 可以倾泻里面的血热 而且能透发 用于一些 临床上用于些什么的 就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麻枕 出的枕不多 而且呢 有的那几个枕呢 还是紫黑的 但是孩子可能这时候 热非常的强 而且可能呢 已经出现了神指昏迷 等等这些情况 这个时候呢 比较适合用于自操 当然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这种情况用的少了 因为我们麻枕 我们有育苗了 是吧 我们现在打育苗多了 所以孩子真正 得麻枕的比较少了 但是真正如果得了麻枕的话 还是可以用紫草 甚至的话呢 紫草还有一定的什么作用 就是有一定的预防麻枕的作用 所以说呢 我们古时候呢 很多时候也是 就是在 比如说冬春季节 麻枕流行的时候呢 会用这个紫草呢 来煮水 然后 给孩子喝下去 就是有预防麻枕的作用 当然了 再怎么用紫草预防 肯定是比不上麻枕疫苗 这点是肯定的 但是呢 它治疗这个麻枕 我们现在还是可能会用到的 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再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用于 创阳湿疹水火烫伤 它能够治疗皮肤的疾病 这里面呢 这创阳湿疹水火烫伤里面呢 尤其是治疗水火烫伤 是紫草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所谓水火烫伤 其实就是烧烫伤 那就是烧烫伤 这个药物它能够清热凉血 还有一定的活血消肿的作用 所以对于这个烧烫伤 效果非常好 我记得我们老家就有这么一个 算是民间的一个艳芳也好 或者说是所谓这个秘芳也好 就是怎么办呢 现在当然那个东西不太好找 有一种动物叫欢 是跟犬科动物 用欢的那个肉的油 或者有的时候用狗的肉也行 狗的那个油也行 反而是用动物的油齿 然后呢 去煮这个紫草 然后把紫草挑出来 然后把这个煮过紫草这个油齿用来 这个东西它可以长期储存的 然后去抹在这个烧烫伤上 效果非常好 这个小时候我确实见过 有人呢 就是一个小伙伴 不小心把脚给烫着了 帮着家里干活 是吧 去拎这个暖壶 要注水 结果把这个水呢 注到自己脚上了 给烫住了 后来呢 就是就找这个村里面 有这个东西的 抹上 效果确实是非常好 至少不亚于我们现在用的 什么金万红之类的 这是紫草 至少水火烫伤 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面 一般用法用量 水煎腹五到十克 外用适量 熬膏或者用植物油浸泡 涂擦 现在也可以用植物油 不一定非得用动物油脂 使用注意 本品性寒而华丽 脾须便躺者继伏 这一点呢 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 这是有关紫草这个药 最后我们看水牛角 水牛角 它就是牛科动物水牛的角 产地的肯定是华南华东地区 因为我们华北地区 你见过水牛吗 少是吧 咱们华北呀 这块主要是黄牛 主要是黄牛 所以水牛角的话呢 主要产于华南华东地区 一般是取这个角之后 水煮除去角三 干燥 搓片 或者是搓成 粗末使用 或者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 浓缩粉水 应该说这个水牛角 其实在咱们中药的 使用的历史上啊 并不短 其实在汉末的那个时期 它水牛角就已经开始应用了 但是为什么 一直这个药没有 什么太大的名声呢 是因为它有一个本家 效果非常好 是吧 就它被掩盖在它的本家 西角的光环之下了 事实上水牛角 其实我们之所以现在讲它 是作为西角的一个代用品 而出现的 我们知道西角 西牛是这个世界级的 这个 当然我不知道那个级别怎么划分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国际级的保护动物 对吧 现在贩卖西角什么 这都是重罪 咱们中国呢 从1993年开始 也就有这相关的法律的 就是有两味药 一个是西角 一个是虎骨 不能再入药了 西角虎骨不能再入药了 那不能再入药了 总得有个替代品吧 后来就找到水牛角 因为以前有用过 但是说实话 这个水牛角啊 确确实实是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 是不能跟西角相提并论的 所以说 我们各位同学 以后有志于从事这个 药用动植物 种植养植的 希望大家攻克这个犀 犀牛的养植问题 确实这个西角的话呢 作为一个药物的话呢 是非常重要的 后面一会儿我们讲到 具体这个药物的功效的时候 我们会给大家说到 好 我们看这个药物 药性是苦寒归心肝经 功效 我们课本上写的是三个方面 清热凉血解毒定经 前面呢 清热凉血解毒 其实就是说清热凉血 清热解毒 其实呢 我们说本草文献上 对这个药物一般是认为 就是水牛角和西角啊 其实是一切热症都能退 就是清热凉血 清热泄火 清热解毒 清热造 可能清热造尸的功效是差一些 包括清虚热 其实是都有的 只不过呢 西角 清热的功能非常强 而这个水牛角比较差 是吧 这个 再有一个就是定睛 定睛啊 其实是跟它清热的功效 离不开的 然后我们看它的应用 第一个方面是 温病 高热 神魂沾雨 惊风 癫狂 像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呢 其实就是温热病 热入心包 所导致的 这种情况 在这里面 我们课本上说 水牛角苦寒入心肝血分 能够清热凉血 泄火解毒定经 虽然说它有这样的功效 但是说实话 它这个方面的功效 你要用水牛角的话 那你就急死吧 比较差 它这个功效 其实要是说 真正好的是什么 是西角 我们都听说过有一个成药 非常有名的成药 叫安宫牛黄丸 是吧 安宫牛黄丸里面呢 93年以前的药里面 都是有西角的 所以说效果非常好 在这给大家插两句 就是说 那次我看到一个报道 说是93年的安宫牛黄丸 一亿丸 你们猜它已经卖到多少钱 好几万 这还是两年前的说法 一亿丸就好几万 就没有人考虑它是有没有保质期的问题 当然了 可能93年之前的 那时候中药还真的是上面没有标注保质期 那时候中程药上面确实不标注保质期 但是别管怎么样 就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那个药那么贵 当然一个方面是因为稀少 你想93年前的 是吧 能保存下来肯定稀少 再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因为里面有西角 那个有西角的跟这个没有西角的 那绝对不一样 那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那么水牛角其实它第一个方面 用于温病高热 神魂沾雨这个方面 你不要对它 大家以后从事临床的时候 不要对水牛角这个方面抱有太大的希望 否则你会失望 然后第二个方面 用于血热忘形的颁诊突女 就是清热凉血 用于血热忘形的出血症 这个方面用水牛角是可以的 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治疗一些出血症 甚至包括治疗一些这种 属于血热的这种错疮 我们用这个水牛角 比如说就是用水牛角替代西角 组成的那个西角地方汤 其实就成了水牛角地方汤了 是吧 用于治疗这种血热忘形的出血症 或者是血热的这种青春痘之类的 那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就水牛角用于这个方面 没有问题 再有第三个方面呢 是用于臃肿 疮毒和咽喉肿痛 它不是能清热解毒吗 用于热毒症 也还是可以的 其实要说啊 这个方面的话呢 肯定西角也是很强的 但是啊 我们其实古代用西角 大家猜治疗这种情况多吗 不多 为什么 在古代的时候西角也算是一个 比较重 也比较珍贵的一个药啊 所以说像这种清热解毒 我们有的是的清热解毒药 对吧 咱们刚刚讲完清热解毒 清热解毒药是咱们这个 可以说是本书里面最大的一节 有的是清热解毒药 对吧 而且好多的清热解毒药效果都非常好 远远高于水牛角 甚至也不亚于西角 所以我们在这呢 可以说水牛角这个方面的功效呢 用处不是很大 就是单独用它 用处不是很大 这是有关这个水牛角 大家知道它是作为一个 西角的代用品来出现就行了 用法用量 挫片或者是粗粉肩幅15到30克 而且你看看很复杂 是吧 要先煎三小时以上 先煎我们理解 让它的有效成分更加好的容出 但是这个地方三个小时也够长的是吧 你要再煮点别的 这一上午就要带这了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用的是水牛角的浓缩粉 就是经过已经提取出来的 一般每次1.5到3克 每日两次 这种方式还是比较简单的 使用注意 脾胃虚寒者即用 寒性的药脾胃虚寒者即用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是理解的 我们就不说了 好 那么有关清热凉血药这一节 我们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咱们下课休息一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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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